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后官宣了开路的好消息 前两档路透不断引来大量网友围观 向往想要低调依旧被各种爆料 热度之高不言而喻 对于向往观众来说 每季最为关注的无非两个问题 其一位节目去哪录制 模式是否有变化 其二位节目常驻嘉宾是否有大的调整 尤其是常驻嘉宾的去留 甚至会直接影响观众的去留 换句话说 无论是何炯 黄磊两位大家长 还是彭玉畅 张一星以及张子峰三兄妹 每位嘉宾的离去势必会带走一批观众 向往做到第七季 其实前六年无论是在节目模式层面 还是常驻嘉宾方面 都没有过多调整 但此举有利也有弊 其中模式重复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问题日益严重 所以根据导演的描述 最新一季似乎有了较大调整 节目理念和模式以及嘉宾阵容相比前几季都有所不同 首先是节目模式 前几季虽然提倡明星自己自足 但节目组会提前给他们布置好一个温馨的蘑菇屋 并且会给他们提供基础物质 但最新一季有点一些回到解放前的意思 节目理念为一切从00开始 一语双关 既点明了第七季是森林季 也暗示了本季的困难程度 据说连蘑菇屋都要嘉宾自己搭建我 其次关于第七季常驻嘉宾阵容 网友也有不同想法 有人希望还是原班人马 保持黄磊 何炅 彭玉畅 张子峰以及张艺兴一家五口的模式不变 但也有人希望加入新人 其中刘宪华回归的呼声特别高 但最新爆料 最新一季常驻仅剩何炅 黄磊 包括张艺兴 张子峰以及刘宪华等人 都将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回归 而在最新一期你好星期六中 何炅正式官宣向往期回归 不仅明确表示最新一季向往又来了 已经进入了录制阶段 还明确了提到了彭玉畅 张艺兴以及张子峰和黄磊四人将回归 并且邀请秦肖贤 杨迪以及古丽纳扎等人去蘑菇屋做客 主人意识非常足 令很多网友不解的是 张艺兴 彭玉畅以及刘宪华 都与何炅关系要好 如果网传的刘宪华回归的消息为真 那么他为何不提刘宪华呢 其实何炅之所以不提及刘宪华的名字 大概有两个原因 非常关键 第一 如果刘宪华真的要回归向往期 那么他将是本季最大惊喜 这个消息是必要等到节目开播前才会公布 才会将热度最大化 目前节目也仅用神秘佳人来代替 无非也是为了保持悬念 相当现实 第二就是刘宪华回归是假消息 他并不会回归 何炅当然就不会提到他的名字 最后 不管向往的生活第七季有哪些调整 只要能够确保何炅 黄磊都在 以及能够回到前三季的水准 势必少不了观众 你们觉得张艺兴 彭玉畅 以及张子峰变飞行是好是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